早安 歡迎來到港島無過關 台美官方都表示對未來 相同的經濟目標會有建設性的 活動發展 但是核架 壓體侵 可能會有來自 日本的壓到 要求開放 日本協財庫的實品 副政府過一次強調 歡迎來到港島 結果對著臺灣跟美國 進步關係有這麼大影響 雖然港島無過關 臺灣跟美國 官方都表達正常的日常 美國在台協會表示會結束 臺灣占對影響到 美國實品 還有農產品出口的議題 來尊求建設性的活動 請問是相同沒有在裡面 其他所有的行不一樣 不過 學者提進 跟美國簽訂 經濟協議的考驗才會開始 那包含了這個市場對國外的開放 公共工程對國外的開放 其實還有一些其實相對比較細節的問題 搭配這些對外經貿的這個連結 怎麼樣對在國內有一個好的 這個產業政策 副主任任務這次講到 學國人第一次 講一個時間是為 食品安全阿國緊負 幾個民方來考慮美股的問題 一般的問題是日本 核財地區 如今的食品的議題 尤其日本是我們 進出加在CPTPP的 關鍵國家 這阿力公共是無法突然 對日本來講 他是希望說 民進黨政府現在公投過以後 在國內的政治上面 更有合法或者法律上 或者政策上的這個支持度 他們當然會順勢 這個對政府接觸或者說施壓 這個可以預見 很快就會上來的 雖然我大肯定還要開始 不過副主任任務 這對到國內的商業生意 還有國內業者 未來的國際新三連 訂造後的 產物的程度 都是關鍵的因素 會來加速台灣 經濟專心 記者 張志雄 金龍雄 台北部都